大家早晨 今天的受感染數字和死亡人數的數字 都是持續下跌的 首先看看來自Bancorp Post 的一個 Graphic 圖文並沒有解釋給大家聽 11月1日 若然本地人要出國回來 又或者外國人進來要做的一切事情 看完這個圖表就更加一目了然 大家好,歡迎收看《家境清貧泰國新聞》 今天是疑似對外景 外景牌叫家境清貧 其實算是家境清貧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今天想分享兩宗泰國不是太好的新聞 11月1日 泰國開關 全球瞭目看著你多好或者多壞 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而當情況好像萬眾觸目 大家在迎接之際 偏偏昨天有消息傳出來 發現第一宗Delta Plus 的一個個案 暫時只是第一宗 會不會有機會是很多很多宗呢 真是不知道 再者,其實現時泰國的病例之中 大多數都是屬於Delta的品種 Delta的品種有什麼特色呢 據稱原來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可能是有些類似感冒 接著吃藥就會很滑 但也有人說 你打了針當然會這樣說 當然沒事 但如果沒有打針的話 就有可能會死 或者若然你本身是沒事 你打針沒事 但如果遇到一些白衣婆 若然年紀大二 有很多三高四高 有很多病在裡面的時候 那你就會 播毒 毒死了白衣婆 或者毒死了白衣公 或者毒死那些人士 這樣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若然那個 Plus 總之是 Plus 多了個家 那會更加惡毒 還是怎樣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願這個 Delta Plus 就一單好了 不過 不要騙自己 怎麼會只有一單呢 可能會 都還有一些 但究竟 會是可以控制得到 還有 原來是 那些藥都可以按得到 還是怎樣呢 這個暫時未知 希望情況 不會太惡劣 尤其是 當你開了關之後 可能就有其他 不單止是Delta Plus 其他什麼什麼 Plus 都走光了 都不奇怪 看看到時候會是怎樣 而另一單也可以說 相當不好的消息 尤其是 對於泰國政府旅遊廣告 和泰國政府來說 是失望到極點的 就是之前說過 很多次 我預告了 發夢又發過 就是說 這個大隨直到數 泰國政府旅遊廣告 會重金禮聘一下Lisa 當然不是汪亞姐 是說韓國女團的Lisa 就來 再歌再舞 重金重金禮聘她 希望在這裡有個大型的演出 然後成為傳媒的焦點 然後全球觸目 然後整件事都好 贏了 但很可惜 她的經理人公司 韓國那邊 昨天正式地轉移了 不知道因為什麼因素 就轉移了這件事 變成了 隨直 Lisa姐 就不能來泰國表演 其實都可惜 她身為一個泰國人 現在泰國政府邀請她 其實有一種 叫做意敢還鄉的感覺 以及全球觸目 理論上是開箱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經理人公司 我相信不是錢的問題 是可能她覺得 她是女團之一的一個分子 不能夠令她 如果獨立走出來 因為她現在的風潮已經很厲害 蓋過其他那些MEMBERS 但是如果獨立抽出來 令她更加之紅 其他那些會員 不用做 我不用玩 你玩完 可能有這種疾病 都不出奇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well well 整件事就轉移了 究竟在這種環境之下 在這個隨直 又會找誰過來呢 找PSY 好像歪了一點 還有找誰呢 可以找什麼國際級的巨星來 這個布吉島表現 我相信旅遊局總有一個方案 希望有一些重量級的人士 是來到 而帶旺了整個的旅遊業 和經濟 尤其是 令到媒體們 可以盡量去報道好這件事 令大家知道太過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來 最重要的是 希望這件事 能夠真的好好的發展 尤其是11月1日 當大家真的可以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龍與鳳 究竟一些配套可不可以支持 大家現在不斷在憂慮的一件事 就是第一 你的所謂的Tainland Pass 究竟 是否真的可以 11月1日 真的可以運作得到 而沒有一些問題 有些西方波卡 都很質疑這件事 除了Tainland Pass 來到的時候 各方面的配套 能否支持得到 正如我 前幾天拍了一段影片 關於HATIP的夜市 慘了 HATIP夜市 完全可以說 沒有想過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還未準備好 即是說 其他的夜市 火車夜市也好 飛機夜市也好 其實你會看到 都一片的光明 以及很熱鬧 但唯獨是這個 大集團經營的HATIP 竟然情況是如此冷清的 摩天輪不開 兼且鬼屋 萬聖節都不開 那你開什麼呢 沒有什麼開 那這個環境之下 究竟 究竟是 怎樣打算好呢 還有街上 有人都不僅質疑 我做一個遊客來到 你走 又不能讓我喝 然後去歡樂場所 又未開 然後最慘的是 譬如我想去夜市 那部分的夜市 遊客來 可以做些什麼 去大皇宮 用佛紙 對 11月一日開 11月一日開 大家就可以去那裏 但是 除了用佛紙 大皇宮之外 一般的按摩 商場 還有 據稱 現在都是一半的 檔口來開 是這些地方 那靠散路 又幫不幫到手呢 靠散路 我現在很質疑 因為為什麼 因為 就算有很多遊客 甚至是 Backpacker 一些西方遊客 說我回到靠散路 但是來到 你都未準備好 你全部都收拾了 甚至乎 靠散路很多的酒店 都收拾了 偶爾可能有幾間 是開了 就算開了 落到整條街 以前就說 很熱鬧 花天酒地 但現在沒有酒賣 靜陰陰 店舖又收拾了 那我住在靠散路 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住在靠散路 對於西方遊客來說 他可能 未必知道 靠散路 現在實際情況是怎樣 那他來到會不會失望呢 不太懷疑 一些西方遊客 來到會是怎樣 當然 比如說 香港遊客來到 最至迫私沒有山 就可以了 那當然沒問題 水門雞飯沒有山 就可以了 已經滿足大家兩個願望 再加上按摩店沒有山 那是三個了 還有一些天空餐廳 看景的地方 那些天空酒吧 但不賣酒 都有開 可以滿足幾個願望 但是 西方遊客不是UDD 西方遊客不一定會去迫私 對於他來說 他可能 我想去的地方 又沒有開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但還是那句 算刀橋頭自然直 希望未來 即是續續可以解決 你說Titan Pass 我猜可能 閒節有少許問題 但是給少許時間去 一天不得 兩天應該可以 Lisa姐不來 那就弄個Sasa姐 當然會想到一個方法 我不會覺得 因為沒有Lisa 然後那個布吉島 那個計算就 死了 不要 這個世界沒有誰都可以 沒有誰都可以 沒有說沒有誰不行 Lisa不行 就找另一個 一定有的 是不是呢 重獎之日 我覺得應該是 當然 Lisa那談話 可能都重賞 不過去經理人公司 不肯這樣解釋 Anyway 這些留下 泰國政府的理由去處理 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健康和衛生的情況 希望衛生部門 可以解決這個DELTA PLUS的問題 解決到 還有希望盡量 令疫情 不要有更惡劣的情況出現 那就為之非常好 好 今天的 不是家境新聞 泰國新聞 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支持WATCHO 喜歡支持WATCHO 可以怎樣做 Like Share 訂閱 還有按鈴鐺 再不然 加入我這個WATCHO CLUB 都可以 謝謝大家 多謝